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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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扁鹊呢 有一次走到国国的时候呢就发现国国有一个像就是国国呢烟火缭绕啊就都在做进行大型的祭祀 然后当时呢扁鹊就带着弟子们就过去问 问呢就是问就说的那个到底国中出现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他问的人呢很重要 他一定要问一个明白的人就是一个太子的老师在中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就这种人呢叫做中树子 中医史上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神医扁鹊 扁鹊为国太子致病的故事流传圣状 那么扁鹊是如何了解国太子病情的 实际上在扁鹊没有看到国太子之前 他只问了三个问题就已经能够判断就是国太子到底是死还是没死的问题 这就充分能体现中医的那种问诊的一个很高的境界 他就问太子何病 国中自然过于重视 说太子到底是什么病 那么中树子就回答什么呢 就说太子病的是什么 是血气不食交错而不得泄 所以呢突然发作在外部 那么里边就出现了就是失觉症 就是一下子就昏倒了 然后就死去了 然后他就说中树子中树子的那个用了一些中医的名词 他就说精神不能止邪气就制止不住邪气了 邪气呢在身体内部蓄积而没有得到宣泄 因此他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汇叫养缓而阴急 故暴绝而死 就说的太子的真正病因是阳缓而阴急 因此就出现了突然的死亡的现象 那么呢 关于这个人啊突然的昏死过去 我们原先曾经讲过就是在中国的医学里边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在皇帝内经第一讲曾经说过人昏倒了会就是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样的掐人中 对吧 那么昏倒了为什么掐人中呢 因为人中是都脉和任脉的交汇处 所以呢这样呢就是人昏倒的像是什么呢 就是阳气往上飘了阴气往下沉了这样呢就阴阳离绝挂阴阳离绝的这个现象呢 这是会导致人昏死过去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呢就会用掐人中的方法 用强刺激掐这个阴阳穴的这个交汇穴就是人中穴然后能够起死回生 但是呢扁鹊在治这个呃 国太子的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是掐人中的方法 因为病因不一样 国太子的病因呢是什么呢 叫阳缓而阴急 阳缓而阴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掐人中的病因是阴阳都是很盛大的 但是呢阴阳出现离绝之相 那种情影下是要掐人中的 但是阳缓而阴急属于哪种呢 就叫做阴气特别的赤胜 阳气很衰微 所以呢这种昏厥叫做阳不胜阴 就是阳气克制不了阴气了 所以呢导致阴一派阴霾之相 这个一派阴霾之相也是当时他的那个婚死的这个相啊 那么扁鹊呢问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非常的到位啊 这就是一个高明的一家问诊的地方 他就问他说起死何如实 他到底是什么时间死的 是什么时间死的呢 然后中述子回答是什么呢 叫鸡鸣至今 鸡鸣至今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鸡鸣是指的什么时间段呢 在传统文化当中在时辰里边 他对时辰的表述啊 比如说那个呃 他有一些另外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鸡鸣之时呢 指的实际上就是原先我们在《黄金念经》第一部里面讲到的丑时 丑时是几点呢 是夜里一点到三点 这个时间丑时是哪条经脉当令呢 是肝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 正好是刚刚过了子时 子时是阴阳气交 那么到了丑时 到了鸡鸣的时候呢 应该是阳气渐生 因为肝气是主生的 阳气渐生 然后呢阴气呢 逐渐应该属于衰退的一个阶段 实际上这个时间段还是阴阳两气的交通枢纽时期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出现了问题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阳气当生不生 阴气当降不降 如果国太子他是属于就是什么呢 就阴气该降的时候没有降下来 所以呢 他的阴气就克制了他的阳气 就让他的阳气升不起来 这就叫中医里有一个固定的名词 叫官阁 就是给他阁住了 闭塞住了 就是压制住了 所谓阳缓而阴急 就是说的阴气太盛 然后压制了阳气 是阳气升不起来 那么呢 国太子的真正病因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阴气太盛 阳气没升起来的这么一个像 所以这个是扁鹊的第二句话 问的第二句话 就是起死何如实 到底什么时间段 这也是我们先前所讲的很多东西的一个总结 就是当你发现任何病症的时候 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一下时间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人的气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它才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 这里是明家论坛 曾世强 人性管理 韩秀云 中国经济解读 朱贺亭 人生与养生 屈黎敏 皇帝内经之养生智慧 张其成 周易管理 光谈地固热线 053182946677 82947788 阴阳五行和人的五脏六腑有着什么关系 经脉和穴位又有着什么秘密 中医的望闻问切又是怎样做的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副教授 将通过深入讲解皇帝内经 为您解开痛苦 敬请收看明家论坛推出的 皇帝内经养生智慧第二部 那么从扁确的第二句问诊里边 就已经确认了 就是他的主要病因 就是因为阴气格据了阳气的生发 在这个第二个问题 其实已经解决了扁确内心最大的疑惑 从第二个问题上 扁确就已经能够判断出 国太子没有真正的死亡 而只是一种假死 就是只是被闭塞住了 是一种假死的像 所以呢 这个时候扁确就问了 最后一道问题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就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 就问收乎 收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太子到现在为止 把它放到没放到棺材里 如果放到棺材里了以后 如果棺材一盖上 棺材盖一盖上 这就彻底隔绝了阴阳之气啊 就是或者是用现代医学来说 就是说的整个氧气什么就都没了 这样的人就没法救了 然后呢 呃 就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已经放到棺材里了 那么我就没必要再去救他了 如果没放到里边 那么扁确才继续说下面的话 然后当时呢 中树子就回答说 说的还没有放到棺材里 为什么呢 因为起死未能半日也 就是说他死亡的时间还很短 这个呢 也是我们传统风俗里边的一个像 就是说古人是这样 就是当人刚刚出现死亡的时候 一般的人呢 就是说当天夜里是不会放到棺材里 那叫守守夜 就是一定要守着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的 呃 古代是这样 就是说他也 呃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还是害怕这个人没有真的死 也许气不定什么时候就缓过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俗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 一直到七七以后 才算这个人的就是真正的就是 他的灵魂也算是走失掉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为什么风俗里边有一七二七这种说法 那么呢 在中国呢 有一本就是西藏有一本书叫西藏独王经 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 有趣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要对灵魂有所等待 那么呢 在西藏医学里边 他就认为呢 就是说的 在一七二七的时候 他的灵魂可能还没有走得很远 那么这是呃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的关于死亡的定义 它不像西方社会一样 西方社会就一个代就代表死 而中国死亡这个定义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一个是死 一个是亡 死是指肉体的这种词 而亡是指灵魂的走失 这是传统的一种说法 就说的 如果呢 等到五七以后 基本上灵魂已经走得差不多 七七是彻底走远了 所以呢 呃 中国人就是他这个是一种风俗的表现 然后呢 就是说的 因为还没有收到棺材里 还要有一个等待 对灵魂的等待的过程 所以呢 就是最后的结论 就是说的 呃 还没有 放到棺材里 扁鹊通过三个问题 对国太子的病情已经有了基本了解 那么扁鹊又是怎样让太子起死回生的 那么呢 这个时候扁鹊才开始说一句话 说的 你就去上报国君 就是国王啊 就是国太子的父王 就说的 你告诉他 就说 听说 我听说太子不幸而死了 然后呢 臣能生之 我可以让他起死回生 那么这里边呢 就表现了一次呃 一个就是扁鹊非常自信的一点 就是他就只通过三个问题就已经能确认 就是说国太子是没有死的 那么在这个问诊里就问的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里里边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起死何如实 他到底什么时间死的 通过这句话 他就能够判断他没有死 而他真正的病因只是阴气太盛 格据了阳气的问题 那么呢 这里边呢 下一步就是说 他已经知道病因了 于是他开始进行治疗 那么国君呢 就呃 就是国太子的父王就把那个 呃 就把扁鹊迎到城里啊 就说的 然后表现了一些感激之词 然后于是呢 就让那个扁鹊开始治疗 扁鹊的治疗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么他是怎么治疗国太子的呢 他第一步是说 使弟子子杨力争抵食 以取外三阳五贵 那么就开始用的是中医里边最最那个简单的一种手法 就是什么呢 把针石磨一磨 这个呢 古代是这样的 古代最早的针就是实际上是有石头做的 就叫鞭石 这个鞭石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一般是在东方的海滨 才能够发现的一种石头 这种石头呢 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非常的圆润 而且呢 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治疗工具 那么呢 也可以用他来按压 或者是就点刺 那么呢 扁鹊治疗国太子的第一步 就是说先用针刺 就先用石针了 来点刺他的穴位 他选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三阳五贵 三阳穴 就三阳汇聚之所是哪呢 这个呢 是我们人体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就是百会穴 他用的是百会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阳气生不起来的一个病相 所以呢 他取的是百会穴 百会穴是怎么取呢 百会穴是两个耳尖的 从两个耳尖上去 一直到头部的交会处 这个地方呢 这个百会穴是很重要的 叫做诸阳之会 所有的阳经都汇聚在百会 为什么呢 那就是都迈是走百会的 都迈是阳经之海 走百会 同时呢 阳明经 阳明经 制鹅鹿 就是魏经啊 是制鹅鹿 鹅鹿是包括 就百会前面这一大块 都属于鹅鹿 那么呢 阳明经 膀胀经 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 也是要经过百会的 然后少阳胆经 也有 就是在这儿 有聚集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叫做呃 在传统文化中 百会穴又叫做天门 开天门 开天门啊 那么那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呢 在日常养生当中啊 这个百会穴实际上 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呢 我们先前讲过一个穴位 就叫会阴穴 我在讲丹田的时候 讲过会阴穴 大家就记住一点啊 如果你是希望通过 就是锻炼身体练功来 就是保持身体健康的话 就有两个穴位 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就是百会 和会阴的 这条连线 在我们体内的这条连线 实际上就是人体的一个中轴线 是人体的一个中轴线 如果这条中轴线 能够保持着一个畅通 或者不偏的话 人体是应该是身体很棒的一种现象 所以呢 在做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应该自己去能够有意识的 去找这个中轴线 就是天门对地户 会阴那个地方实际上指的就是地户 这是天地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点 底下会阴就为地 百会就为天 那么扁鹊为什么取这个穴位呢 扁鹊因为知道国太子的病 就属于是阳气生不起来 既然阳气生不起来 所以他第一个取穴 就先从百会那取穴 让阳 其实你一按压百会穴 就能够让阳气提升起来 按压百会穴就能让阳气往上提升提升 所以呢 这个当时 呃 那个扁鹊第一个治疗手段 刚刚治疗这个地方的时候 太子就有明显的反应 所以呢 历史书上怎么写的 叫有见太子苏 就是过了一会儿 太子就苏醒了 就开始 有有气息了 就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主要病症是阴气 隔聚了阳气 让阳气生不起来 所以他按压百会 让那个阳气生起来了 这里是明家论坛 曾世强 人性管理 韩秀云 中国经济解读 曾贺亭 人生与养生 居黎敏 皇帝内经之养生智慧 张其成 周易管理 光寒地固热线 053182946677 82947788 阴阳五行和人的五脏六腑 有着什么关系 经脉和穴位 又有着什么秘密 中医的望闻问切 又是怎样做的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 屈里敏副教授 将通过深入讲解 皇帝内经 为您解开痛苦 一种说法就说的 扁确指制了百慧穴 就让太子疏了 还有一种呢 就说的 因为是以曲外三阳五慧 三阳汇聚的地方是百慧穴 那么五慧穴是哪呢 五慧穴是指的是五书穴 五书穴指的是 就是我们先前所讲的这个颈穴 颈穴就是指尖处 指尖处啊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凡是这个指尖 我原先已经说过 这个在中医里号称颈穴 中医对经脉的解读是这样的 它把经脉整个比喻成一条河流 那么河流的发端都是这些颈穴 所以呢 你像肺经与大肠的交汇穴 都是这一个是少 一个是少伤 一个是伤羊 就是但是呢 就这些地方是气血最薄的地方 所以它气血也是最旺盛的地方 如果你指尖麻木的话 指尖慢慢的麻木 就意味着阴阳的交通出了问题 比如肺经为阴 大肠经为阳 这些地方的交通点 都是阴阳交通 我们身体里阴阳气血 交通的地方 那么如果它这些地方 就是我们原先在 《黄金内经》第一部的时候 曾经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家里出现脑医血的病人的话 我们在中医里有一个 很有效的急救的方法 就是十旋放血 就是把这个食指尖 用三棱针刺破 然后把淤血挤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和头皮都属于末梢 都属于末梢的话 如果脑医血在这出现医血的话 那么通过点次这个食颈穴 也能够让气血能够得到疏解 就末梢的气血能够有一个新的出处 就是说那么这个扁鹊在这儿呢 他也用到了这个穴位 就是说他一方面按压百慧穴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石穴 就是这个颈穴无疏穴来放血 颈穴放血 放血以后呢 使得这个太子就很快的得以苏醒 很快得以苏醒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颈穴 这个是那个中医里边就是这样啊 它是在肘关节膝关节以下 它一般都有五疏穴 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穴位 这个五疏穴呢 他就说因为这是颈穴 颈穴呢 它基本上就是因为它特别小 刚生发之地 就是气血刚刚生发的地方 所以呢 因为小 所以它特别容易堵塞 所以我们原先曾经说过 为什么经常让大家活动手指呢 都是让你通过活动手指 把这个把这个颈就是把这个五疏穴 这个颈穴啊 颈形疏穴盒啊 充分的给活动起来 这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呢 那个就一步一步的颈形疏穴盒 一步一步到肘部 这就是河穴 像这些地方都是气血比较旺盛的地方 河嘛 就是汇聚 气血已经汇聚在那了 汇聚在那 气血 所以你像我们一般的扎取池啊 这些地方都是蛮有效的 因为它是气血 也是比较那个足的地方 那么呢 这些地方就是这是针刺啊 因为大家不是那个 我们在那个通过这种方式 学习中医的理念 主要是为了养生啊 这只是告诉大家一些方便的法门而已 这是第一条 就是让太子得以苏醒了 太子得以苏醒以后 但是这个病啊 还得接着往下治啊 所以你看啊 扁鹊这个治疗是非常妙的 就这么一个昏死症 用的是什么方法 第一 用针刺的方法 第二 用热肤法 治病啊 是分几个层面的 那么如果病在经脉的话 用热肤法就很有效 这是很传统的一种方法 那么他怎么热肤哪呢 你一定要明医理 你才能懂得热肤该热肤哪 像扁鹊治国太子的第二步 就是让他的学生啊 子豹为五分之位 就是那个用用一种药 煮完了以后 然后分别那个热肤他的两斜下 两斜下 两斜下是哪条经脉所煮呢 两斜下是胆经所煮 所以是少阳 先治太阳 看啊 这是扁鹊的思路 先治太阳 然后治少阳 治到少阳这个层面的时候 太子的情况就明显的改善 就能够坐起来了 叫太子起坐 因为少阳是枢纽 是阴阳气血交通的枢纽 这样呢 他就能够起来了 起来以后呢 因为这个凑理 肌肤凑理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掉这一点啊 就是肌肤凑理 它是人也相当于人的 那个很大的一个呼吸系统 就是他内外交通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我们要充分的利用 比如说现在就是 很多的那个中药 就是用中药的熏蒸法 甚至或者是用那个 比如说你吃完的药 扎以后用来泡脚 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他也是这样 在用熏蒸的方法 也在治 他是实际上是利用的是 皮肤凑理的这种 大的呼吸系统 来重新就是皮肤给 有点皮肤给药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引脏腑之气血外形 如果一热敷这两斜下以后 就能够使他的脏腑之气血外形 所以这样的太子就起来了 最后一步呢 他才是用的汤药 最后一步用了汤药 因为对于昏倒的人来讲 一定要先救急 先要救他的实证 那么他已经昏倒了 那么我先让他醒过来 这个时候灌药是来不及的 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个人已经倒下了 你这个时候献煮药是来不及的 比如说过去那种 就是脱阳症啊 就阳气大脱之症 那么过去有一个急救的汤 就一毒参汤啊 就用红参啊 人参啊 煮成那个一碗汤 但你这个煮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煮啊 你是来不及的 所以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大家要先学会一些 很便捷的方法 就救急的方法 所以他先是用的 针刺的方法 然后用热敷方法 最后呢 等了同时呢 他肯定是在煮的中药 这个时候呢 等太子起来以后 他开始给他服下热汤汤药药 那个这样呢 就进一步的调试 他的阴阳气血 然后呢 吃了多少天呢 但服汤二巡而复故 就说的 只吃了20天左右 巡是10天嘛 就是吃了20天左右 就彻底恢复了 就是这样呢 就说的 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起死回生 然后呢 这个这个故事一出去以后 然后大家都认为扁缺是 最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一生 扁缺 治国太子 起死回生的故事呢 一直是被一家所称颂的一个故事 所以呢 在张仲景的那个伤痕论里边 就曾经说过 就是开篇就说 于梅揽月人入国之枕 望其后之色 未尝不堪然叹其残秀也 就说的 只要我每次看到 就是秦月人啊 扁缺 治国太子 起死回生的故事 以及望其后之色的故事 我就总是感慨他的 感慨他的那个才华 是非常的出众的 实际上呢 这里边就通过这个 咱们要看啊 点阙真正的治国太子之病 是用了三个方法 一个是他的针法非常的妙 取血非常的精道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病因 他是阴气隔绝了阳气 所以他只取三阳五会血 所以他的真妙 运法就更高 就那个热夫法 对 在这里边 也是很高妙的一个方法 也是很高超的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是用药 药诀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也是扁缺最终 被称为一家之圣手的原因 那么呢 前面这一讲 我们是讲了 就是起死回生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就要讲 望其后之色的故事 所以今天先感谢大家 收看明家论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本讲中 我们通过扁缺 神奇死回生的故事 了解了中医的神奇神处 下一讲 徐林文教授 将为您继续讲述 神医扁缺故事 进场 我们下期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